TG的商品 通常設計圖過來之後 除了初步溝通之後 我就是送去做模子 模子過來我們經過很漫長的打樣 然後打樣過之後 我們就是會從成型開始 那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成型方式 成型之後就會經過休息胚 休息胚之後我們會進到 第一階段800度的燒製 那燒製完我們會上誘 上誘就是我剛有提到 會有三個階段的上誘方式 那最後的話就是燒成 我覺得分成三個部分好了 我從設計圖要到陶瓷 陶瓷會收縮 還有12%到15%的收縮率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要要求 收縮這個部分可以符合你們的設計圖 其實這是一個困難的地方 那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所有陶瓷需要經過洗胚的動作 其實那個洗的動作水去碰到土 它很容易去改變造型本身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TG商品 我覺得比較不好做的地方 那第三個部分是右色的部分 右色我們一般處理其實就是靜右 但是TG商品我們其實光右色就經過了三個步驟 靜右之後我們修右之後再噴右 那這個是我們一般做陶瓷 不太有這樣的一個繁複的動作 以我們家的商品 我們大概量率會落在85左右 那TG的商品其實是落在60到70而已 因為其實我們不是自己製土 那土會對產品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在產品完成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些可能是黑點 或是有一些用面不平均的這個狀況 我們都需要把它打掉 但其實它不是缺陷或是缺口 所有陶瓷其實都會經過 每一個步驟都是經過人的手去處理的 對 縱使是磨具成型 但是每一個步驟 譬如說它的乾濕度 還有什麼時間該塗膜 這都是完全要憑師傅的經驗 才有辦法去做到的 我們會安排35年左右的師傅 那當然也有三年以上的 比較年輕的師傅來一起製作 其實一般的馬克杯 大家可以發現它底部是有一圈圓形 沒有右色的部分 但TG的杯子它特殊的地方是 所以是要求底部是圓潤圓滑的 那其實我們要注意兩個部分 一個是當你沒有那個一圈的那個角 你放在桌上其實也要考量 它會不會不穩的問題 那圓潤的這個設計 其實我們需要做另外一個輔助的用具 然後我們是蓋著燒的 然後再來是口圓部分 口圓它會觸碰到我們的嘴唇 所以我們在上完右之後 都要特別去注意口圓的部分 是不是有圓潤 然後燒完之後還要特別去磨製它 但是這樣的一個燒製方式 其實很費工 所以它在口圓的處理上 還有它的細緻度 因為蓋著口圓其實是會碰到我們的嘴唇的 所以那邊如果沒有右色 我們真的還要特別去磨它 然後去處理那個口圓的部分 在這個圓角部分 其實我們在模具上面是跟師傅磨了非常久 因為我們目前的模具還是手工去做的 所以這個弧度還有各方面 沒有辦法像3D列印這麼的跟設計圖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去刁那個模具師傅 對於這個圓角的這個部分的處理 那一開始大概也是花了大概半年以上的時間 然後才抓到那個藥的弧度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相輔相成 因為像白柚的部分是它比較薄 所以它上完右之後 它會很直接的 是你的氣型會直接呈現出來 那如果是比較厚的右色 當然氣型會被蓋掉 所以在這個白柚上面 那氣型 譬如說我們在洗這個TG的商品 我就要求我們內部的師傅 你要比較親手一點 你洗的時候不能把它那個弧度洗掉了 或是洗平了 都不可以 所以我們在洗這個胚的過程 我們有做一個比較不同的器具去洗 其實都是要保留這個弧度本身 其實這個魔鬼就出在細節裡面 應該這麼說 那每一個步驟 其實我們都因為也是承接了TG的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也不斷的在調整製程上面 然後也希望將商品做到最好 就算了 你會聽不懂的 不懂的 我們 有